我想問師父 就是我最近碰到一個朋友 因為他最近身體不是很好 然後我就請他睡覺之前念心經 或者聽心經 然後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這樣子的話晚上在房間 聽的話會招感不好的來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我就沒有跟他講 因為我有聽師父講過 如果你可以念心經念到睡著是最好的 所以我想要再聽一下師父講 其實實相不是你講的也不是你想的 那現在你想的都不是實相 你講的也都不是實相 我們唸經當然就唸經 嘴巴唸的不是實相 所以眼睛看的也不是實相 心裡面體會的才是實相 所以如果要在這一項上打轉 通通假象 什麼白天 晚上 床上 廁所 那個通通是我們的分別心 哪一個地方不是淨土 如果廁所不是淨土 那你就不要進去 你就不要進去 所以所有東西都有它的功能性 我們就用它的功能性就好了 不要加住太多的東西 對 其實這個通通是我們妄想的喜氣 講有的沒有講 一道題到要的都不用做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時候吃荤 吃素 吃荤的時候 這個鍋子煮過車的 我就不能煮菜 頭看飯 洗洗就好了 有時候說 這個氣味流下來 流在哪裡 流在你的心裡 流在你的腦海裡 這是我們的分別心 留下那些不應該留的 垃圾流一大堆 真正實相一點都沒看到 所以修行 就是日子要過得自在一點 就不要有太多的分別心 不要太多的好壞取舍 不要 那是自己找麻煩 這個有暗的地方 我們沒有去過 難免會恐懼 我們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吧 這是最快的方式 就回到心 念佛 只要佛跟你同在 那個鬼都不敢過來 這樣事情就變得很簡單 所有東西 等於是 就好像說 你念佛呢 念菩薩的名號 還是念咒 就等於拿著一盞燈 看它暗的就把它打開 就好了 可以隨身攜帶 連那個燈都不用戴 所以 最好的佛法就是心法 心法才是究竟的佛法 那你心如果起正念 就是真正的正法 你心如果起學念 你學佛 念佛 念得在虔誠 你當要起惡念的時候 你就不是佛教徒 所以真正的佛教 就是誰是心存善念 存清淨念 存光明念 這是真正的學佛 考慮的 你幾乎 你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